哈喽大家好,我是杨一个专注于墨西哥本地商务知识分享的才艺博主 在墨西哥签证中,卢普拉迪瓦和雷姆雷拉达都与经济收入有关,但存在一些区别 卢普拉迪瓦这个词是指,在墨西哥从事有偿工作或经商活动 持有卢普拉迪瓦签证的人可以在墨西哥合法的从事有偿的职业或经商活动 并且可以从中获得经济收入 这类签证通常适用于那些在墨西哥工作、经商或开展商业活动的人 雷姆雷拉达签证适用于那些在墨西哥从事工作或提供服务 并从中获得经济报酬的人 它主要涉及雇佣、聘用或其他形式的经济回报 卢普拉迪瓦更广泛地指经济活动的一般性质 而雷姆雷拉达则更强调通过工作或提供服务获得报酬 雷姆雷拉达签证的主要特点是 使有人不得在墨西哥从事有偿工作或以任何形式获得经济利益 它主要用于退休人士、财富独立人士或那些已经有经济来源 但不打算在墨西哥工作的人 签证申请人需要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财务能力来支持自己在墨西哥的生活费用 例如通过退休金、负资收入、银行存款或其他可接受的财务证 持有Luluklativa签证的人可以在墨西哥居住一段时间 签证有效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而受不同 通常为一年或更长时间 持有人可以续签该签证 以延长在墨西哥的居留 好了今天的知识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该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帮我点亮小鲜金 转发 爱您 拜拜 by bwd6